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口老化更是严重 以台中市65岁以上的老人来说 已经达到40万人 占人口总数的14% 所以失智老人日照中心 在长照2.0的政策当中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全台湾最多精神患者病床的 维新医院院长徐景琪 因为关心长者 也担心失智长照的需求 因此在2020年 创立长照创新公司 并且在2021年底 成立好意综合长照机构 希望以专业 科技 温馨 跟关爱为诉求 成为全台湾第一家 民营失智日照中心 因为我照顾 从事有关失智老人的照顾 已经超过30年的时间了 其实人 如果说到老年 而且他又失智的话 他真的是 是贫病交加 所以会变得非常的弱势 这个部分我们需要给他们 更多的辅助 徐景琪院长表示 目前台湾社区型的长照机构 大都是公益法人的非盈利组织 好意长照中心 以温馨美好的环境 专业又充满爱心的医护人员 导入资讯系统 以乐灵照护跟失智症补助工具 让失智长者在游戏当中 提高对于活动的兴趣 让好意制造变成长辈们第二个家 而且透过政府的补助 住进好意制造的失智症长者 当中还接送 餐饮玩乐 一天不到200块钱 也就是说 一个月花不到5000块 甚至低收入户都有很大幅的 经济上的优待 甚至低收入户还可以完全免费 这个部分我们比政府给我们的指示 还要更优惠这些比较弱势的人群 担任好意制造总顾问的潘西米医师 跟刘一新主任都表示 失智症虽然是不可能痊愈 跟逆转的疾病 但是希望透过长照机构 跟医疗专业团队的合作 提供多元化 生活化的活动课程 也让失智长者 享受政府跟民间的温馨福利 度过有尊严 有品质的快乐幸福人生 记者陈文旭 李嘉金 萧朝全台中报道